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航天级CPU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价格差距这么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航天级CPU是卫星的大脑 控制着卫星的运行 导航 通信等功能 它必须具备高性能 高可靠性 高抗干扰性等特点 才能在太空中正常工作 你可能会想 太空有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级的CPU呢 其实 太空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 不仅有极端的温差 还有无处不在的宇宙辐射 如果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就身处太空 你的皮肤会被太阳的紫外线灼伤 你的眼睛会被太阳的强光刺痛 你的骨骼会因为湿重而变脆 你的血液会因为缺氧而变稀 你的心脏会因为压力而加速 你的大脑会因为辐射而变得迟钝 这些都是人体在太空中的反应 那么 电子器件在太空中会怎样呢 它们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甚至更严重 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是依靠电流的流动 而电流的流动是依靠电子的运动 而电子的运动是受到电场和磁场的影响 而在太空中 电场和磁场是非常复杂且多变的 它们会对电子的运动产生干扰 导致电流的不稳定 从而影响电子器件的正常工作 而且 太空中还有很多高能的粒子 比如宇宙射线 太阳风 太阳药斑等 它们会不断地撞击电子器件 造成电子的缺失或多余 从而改变电子器件的物理特性 导致电子器件的损坏或失效 这些都是航天级CPU要面对的挑战 所以 航天级CPU要比普通的CPU有更强的性能 更高的可靠性 更强的抗干扰性 性能是指CPU的运算速度和处理能力 它决定了CPU能处理多少信息 能完成多少任务 可靠性是指CPU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它决定了CPU能否在长时间的工作中保持正常的状态 不出现故障或错误 抗干扰性是指CPU的容错性和恢复性 它决定了CPU能否在遇到干扰或损坏时 继续正常的工作 或者恢复正常的工作 这些都是航天级CPU的特点 它们使得航天级CPU成为了卫星的核心部件 也使得航天级CPU的制造和使用 成为了一项高技术和高成本的工程 升任北斗三号总设计师的林宝君曾说过 马斯克用的航天级CPU就一块板子 只需要几百块钱 而我们的北斗卫星上的相关产品却高达900万人民币 那么 中美航天CPU到底哪不同 价格差距为何这么大呢 首先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航天级CPU 中国的航天级CPU是由国家航天局和国防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 采用了国产的芯片和封装技术 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认证 保证了其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中国的航天级CPU的运算性能并不高 只有几百兆赫资 甚至不如一部普通的手机 但是 中国的航天级CPU的抗辐射能力却非常强 可以在太空中承受高达100万拉德的辐射 这是因为中国的航天级CPU 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和结构 增加了其电路的冗余度和容错率 使其能够在遇到辐射干扰时 自动修复和恢复 中国的航天级CPU的设计理念是 稳定第一 性能第二 因为在太空中 一旦出现故障 就很难进行维修和更换 所以 必须保证其长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美国的航天级CPU 是由特斯拉公司和SpaceX公司合作开发的 使用了商用级的芯片和封装技术 通过了软件和硬件的优化和调试 提高了在太空中的性能和效率 美国的航天级CPU的运算性能很高 达到了几千兆赫兹 甚至超过了一台高端的电脑 但是 美国的航天级CPU的抗辐射能力却不够强 只能在太空中承受几千拉德的辐射 这是因为美国的航天级CPU 使用了普通的材料和结构 减少了电路的冗余度和容错率 但在遇到辐射干扰时 容易出现错误和损坏 美国的航天级CPU的设计理念则是 性能第一 稳定第二 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和美国的航天级CPU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劣 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研发目的和应用场景的不同 中国的航天级CPU主要用于国家的重大战略项目 如北斗导航系统 天宫空间站等 需要高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美国的航天级CPU主要用于商业的创新项目 如特斯拉的星链计划 SpaceX的火星殖民计划等 需要高度的性能和效率 因此 中国和美国的航天级CPU的价格差距 也反映了他们的研发理念和市场定位的差异 那么 除了研发理念和市场定位 还有哪些原因导致了中美在航天CPU上的价格差距 美国航天技术的发展 起源在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 太空是其主要战场之一 1957年 苏联发射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卫星 斯普特尼克一号 而美国紧随其后 发射了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 此年 美国赤巨资建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后者及大名鼎鼎的NASA 美苏竞争催动了科技进步 各类先进技术层出不穷 从而促进了各领域各行业的发展 随着苏联的解体 美国正式取得全球霸主的地位 也坐稳了世界航天的头把交易 然而 也正是在90年代到本世纪初 心腹大患的湮灭 使得美国航天产业陷入发展困境 资金不足 方向不明 如星座计划 轨道太空飞机等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半途而废 而在2002年 埃隆·马斯克建立了SpaceX 这一私人航天制造商和太空运输公司 航天技术巨量的研发投入 使得公司在2006年濒临破产 与此同时 NASA向SpaceX抛出了橄榄枝 SpaceX获得了NASA的商业轨道运输服务合同 并在同年12月 获得了商业补给服务合同 随之而来的 还有庞大的专家团队指导相关技术 SpaceX就此扶摇直上 美国官方和私人企业的联合 为美国航空航天发展 找到了新的方向 NASA将技术向私企转移 从而使得航天产业实现商业化 商业化所取得的利润 抵消了技术研发所需的资金成本 并且刺激了市场 这样的良性循环 再加上技术的成熟和完善的产业链 航天部件的成本价格 就能一压再压 达到几百元的低价 与在财政拨款不足以支撑技术研发 于是转而寻求商业化的美国模式不同 目前为止 中国航天产业的主导 仍然是国家队 私人航天公司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根据2019年的数据 中国航天发射次数为39次 商业化火箭发射只有两次 即SD杰隆一号商业运载火箭 和长征11号这两艘小型火箭 长征11号的发射 单价为每公斤1万美元 即便是有望压低到5000美元每公斤 也仍然高于SpaceX的猎鹰9号 每公斤4600美元的报价 但是 中国的商业航天产业 当然不可能复制美国模式 首先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中美两国国家性质的不同 而这决定了中国航天产业的发展 是政策推动 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 美国模式则是由资本推动 为企业利润服务 美国模式的商业化是主动寻求的 强调成本控制 从研发到生产 以可持续的盈利为目的 中国模式背靠国家财政 用航天技术的进步 带动民用技术的进步 为人民生活提供便利 美国航天产业也是经历了巨额的投入 以及艰难的转型 才能做到商业化和低价 对于中国来说 在短期内 我们不可能让部件的制造成本 几十倍的降低 但这一目标也并非不可企及 只是需要适合中国的模式 据环球时报报道 中国2022年 共成功开展21次商业发射服务 2023年 中国将迎来商业火箭的发射大年 多型商业运载火箭 将执行一系列发射任务 在小编看来 航天级CPU的价格差距 不是一种悲哀 也不是一种骄傲 而是一种责任 一种使命 让我们用心感受 用智慧创造 用行动证明 航天级CPU的价值 不在于价格的高低 而在于贡献的大小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 中国在航天领域 和美国的差距还有多大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 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竟能回顾 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